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下这个BJT的一些介绍 那BJT呢,它的英文全名叫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那之所以叫Bipolar的原因是因为 只有它这个自由电子呢,跟电动接参与的电的传导 一般金属的话只有自由电子 那这个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呢 它自由电子跟电动都有参与这个电的传导 那么中文的话,一般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双载子界面电晶体 OK,那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 这个呢,是一个Silicon 就是一个锡所产生的一个晶体 那锡的话呢,它是一个市价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市价的元素呢,它就会有四个这个电子 自由电子 那这个应该是说它的最外圈有四个电子 那么这个四个电子呢 跟另外临近的这个锡的这个原子呢 它们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共架键 所以像这个一个Silicon呢 它会跟周围的四个这个锡原子呢 就会形成四个共架键 好,那当有外在的能量的时候 这个外在的能量够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把这个共架键给打断 那这时候呢,就会有自由电子跑出来 所以这里呢,这个电子从这里跑出来之后 它就会形成所谓的自由电子 那另外跑,它跑出来的地方呢 就会形成一个电动 那这个自由电子跟电动呢 就可以来开始做这个一些电的一个传导 那只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自由电子呢 在这个Intrinsic的Semiconductor里面呢 这个自由电子很少 所以它的导电性并不佳 OK,所以呢 所以呢,为了增加一些导电性呢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所谓的掺杂 这个半导体 那什么叫掺杂半导体呢 就是说,这是本质上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锡的一些元素 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元素里面呢 掺杂了一些五架的这些元素 好,那这五架的元素呢 它的电子呢 最外圈的这个电子呢 就有五个 那么这个五个呢 除了跟它临近的这四个锡呢 形成一些共架件之外 那剩下的呢 就会多出一个电子 这个电子呢 就会形成这个自由电子 就是它并不需要破坏共架件 它就会形成一些自由电子 那么这个自由电子呢 就可以作为一些传导 那这样的话呢 它在这个电的传导上就会比较容易的 像这个N-Type的Semiconductor 它就会比这个Intrinsic的Semiconductor呢 在传导上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另外呢 除了N-Type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P-Type 那P-Type呢 它参杂的呢 参杂的是一个三架的一个元素 那三架元素呢 最外围呢 只有三个电子 那么所以呢 它跟周遭的结合的时候 它会少一个电子 那这个少一个电子呢 这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电动 当只有电子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掉到这个电动里面来 那这样的话 一样可以进行一个传导 OK 那我们呢 当我们把一个P-Type的 这个Silicon跟N-Type的Silicon呢 把它接在一起的时候 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我们说过的 在P-Type里面呢 它充满了一些电动 那N-Type呢 充满了一些自由电子 那当两个一接的时候呢 这个自由电子呢 就会慢慢的往 这个P-Type的地方去扩散 那么电动呢 一样会往N-Type的地方进行去扩散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们就会在这个区域里面 电动跟电子 就会做一个结合 就会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说 虽然N-Type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电子 可是呢 它是电中性的 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是电中性的 各位想想看 这个半导体里面 它其实是不带电的 所以它是电中性 那另外呢 在P-Type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电动 它是电中性的 它也是电中性的 可是呢 当我们的这个 电子呢 往P-Type这边移过来之后 那它电子跟电动呢 就结合了 那结合了之后呢 它在这个区域里面 在这个 各位看到这个大的负的里面 它本身呢 已经没有自由电子或电动 可是因为电子过来 它本来电中性的地方 因为有电子 所以它就是 这边就带负电 这边是带负电的 这里写 有点写错了 OK 这里是带负电 然后它没有 它这里应该是 已经没有电动了 因为它的电动呢 跟这个电 自由电子结合了 好 那在这个另外 在这个区域呢 它其实带正电 但是呢 它已经没有自由电子了 OK 所以 这边 记得很多同学会误解 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自由电子 但是它是电中性 然后呢 这边呢 它是电中性 但是呢 有电动 那这边因为 它的电动跟电子结合 所以呢 它已经没有电动 可是本身因为 本来是电中性 可是呢 这个 因为电子过来 所以它变成带负电 那这边呢 是带正电 它本身没有自由电子 OK 那这里 因为它这里带正电 这里带负电 那我们知道说有正的 有负的 它就会呢 建立一个 那个电厂 那 有这个电厂之后 当这个电动呢 要流过来 比方说这是电流 要流过来的时候 那因为这里带 要继续扩散过来的时候 因为这里是带正电 所以它会排斥它 那排斥它呢 你就需要有一个力量 把它推过来才行 所以你可以想像说 在这个区域 它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 障碍 那这个呢 这个障碍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barrier voltage 因为 这个barrier voltage 就是 当你这个电动呢 要再跑过来的时候 它所必须要克服的电压 所必须要克服的电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呃 这个pn降曲呢 如果我们 给它一个反向偏压 什么叫反向偏压呢 就是p型的地方 接低电压 n型的地方 接正电压 好 所以 正电压呢 在这个地方 好 那负电压呢 在这个地方 OK 那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这边如果接正电压的话 电子呢 会被这里 往这边吸 好 然后呢 呃 这个电动呢 会往这边吸 所以呢 这个控罚区本身呢 会越来越大 好 控罚区会越来越大 所以呢 基本上它不会有电流通过 那 唯一的电流呢 就是所谓的反向 这个反向电流 反向电流 IS 这个IS呢 非常非常小 大概可能只有 10的-15次 这个安培左右 好 如果说呢 这个pn降曲呢 我们给它一个顺向偏压 好 顺向偏压 顺向偏压 顺向偏压就是说 这个p型呢 接到高电压 n型呢 接到低电压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这里如果是一个高电压是正的 它就会吸引什么呢 就是这个电子往这边流过来 好 往这边流过来 那 可是这个电子要移过来说 这里有一个电厂 这个负的呢 又会 稍微阻挡它 所以呢 你这个正 这个正的这个电压呢 必须要能够克服这一个 这一个障碍 所以 这就是说 我们在前一章的时候 有提到说 这个二极体要导通的时候 大概要需要一个0.7伏 这个0.7伏呢 就是为了要克服这一个电厂 好 就要克服这个电厂 那 当这个 两 这个 顺向偏压越 越大 就是这里的吸引力越强的时候 那当然呢 这个电流就会越高 就会越大 所以呢 这个ID啊 就会跟 就会等于 IS 然后Exponential V除以NVT 这个V呢 就是我们的顺向偏压 顺向偏压越大的 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电流呢 就会越高 好 刚刚讲的是呢 Pn-junction 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二极体 那什么叫做电晶体呢 其实 电晶体呢 它 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两个Pn-junction 那它又分所谓的Npn 跟Pnp 那Npn呢 就是两个N中间夹了一个P 然后 Pn-p的话就是两个P中间夹一个N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呃 这个 电晶体呢 它有三个端点 就是 三个外在的接点 各位要特别记得的 第一个呢叫Emitter 就是所谓的射级 发射的射 那 中间这一个呢叫Base 就是所谓的G级 然后呢 另外呢 这里有一个Collector 叫做G级 G级 那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 其实它的 这个电 电子呢 是从这边发射 就是注入 Emitter 是从这边注入 然后呢 跑到这边来 到这一个地方进行收集的动作 所以 Corrector 是所谓的收集 叫G级 那这里有两个章选 这两个 有一个Pn章选 这一个呢叫Emitter Base的章选 我们简称EBJ 然后另外在这边呢叫Corrector Base的章选 我们叫CBJ 好 那刚刚是一个示意图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在做这个 NPN 这个Transistor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 这是一个N型的 这一个 这个细晶圆 然后呢 它会一开始会在这里呢 掺杂 这个P-Type 就是 这 这个浓度的 这个 这个离子 把它打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在P-Type里面 再打上这个 N-Type的 这一个 这个一些 掺杂相关的 这个元素 然后呢 这里就会形成 所谓的Emitter 然后 然后这里就是Base 这就是所谓的Corrector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电路符号 电路符号的话 它长得很像一个Pi 长得很像一个Pi 然后呢 NPN的话呢 就是 它会有一个 这个电流呢 就是从 E这边流出来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NPN的话呢 是B是P 然后C是N E也是N 所以呢 Pn这个将旋呢 它会有 它才会有一个电流出来 那这边是CBJ 这边是EBJ 那 这个有箭头的地方 就是Emitter的地方 各位想一下 就是 这个箭头的地方 叫Emit 就是Emitter的地方 那 PnP的话呢 这是 P 这是P 这是N 这是P 所以 这个电流的方向呢 是P 从P到N嘛 所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电流的 有 有这个箭头的脚位 还是Emitter 但是呢 它是流到电晶体里面 因为是从P到N 所以大概是这样记录 稍微记一下 这个 它的这个电路符号 好 这个是 BJT的一个实体图 那它 这颗IC呢 它基本上会有三根脚 那 一根 第一根呢 是Emitter 接下来是Base 接下来是Corrector 这是 要记得它的 三根脚的顺序 Emitter Base Corrector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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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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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谢谢观看